煎鋒1分鐘後,用刀尾炸,令咖喱味更香 又薯仔又雞皮,你不是又薯仔炆雞嗎?悶嗎? 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吹吹水 家裏剩下幾隻雞皮,買了薯仔和大家做一個咖喱雞 還有什麼材料?大家也看到了 洋蔥,兩粒蒜頭,多成蒜蓉 還有兩瓶,和一樣樣子,星星不同 一瓶咖喱,一瓶沙爹,或者用沙茶醬也可以 最主要,咖喱也要加芫荽嗎?是呀 第一步,要處理雞腿,這些急凍雞腿也是用淡鹽水 切開水,用刀尾去炸,捏一下,吃下去 放在淡水的解凍,蒜頭要怎麼處理? 剁蒜蓉,留2個芫荽頭,芫荽切去 把洋蔥剁,剁蒜蓉後,切割,怎樣切呢? 這樣就可以了,大塊一點也不要緊 全部備用 然後倒薯仔 剛才說的3個芫荽切成這麼大粒 是的,切大粒一點 這樣切成這麼大粒,怎樣才能讓它入味呢? 這就是竅門的關鍵了 我們準備點水 我們在這裡 放1湯匙多的咖喱醬 現在怎樣呢? 現在去釘它30分鐘 薯仔釘了半個小時之後 我們主要是釘熟的薯仔 和令薯仔有初步的咖喱味進去 這隻雞浸了20分鐘之後 我們就倒起來 然後怎樣呢? 然後洗 洗兩三次 乾水 我們現在用一筆咖喱醬 放一點底味 放一點胡椒粉 一個湯匙左右的紹興酒 一個茶匙左右的生抽 放半個茶匙左右的鹽 讓它有一點鹹味 一定要有甜味 甜味就是一個茶匙左右的砂糖 我們還要放這個什麼來的? 茶茶醬大約放一個湯匙左右 先放進去 然後生粉 放兩個茶匙 然後把所有東西拌勻 雞肉拌勻之後 醃了半個小時 我們還要準備 全脂花奶和椰漿 花奶之中最棒的是黑白奶 蔥奶茶一流 這個 當然不少 還有咖喱醬 我們這個咖喱雞 總數的醬料要放四匙 我們待會再放兩匙去炒 第一步 首先煎鋒雞 不過需要最鑊 放適量的油 不用太多 因為雞腿本身 已經很肥 放雞腿 放進去 煎鋒一分鐘 煎了一分鐘之後 反過另一邊 繼續煎鋒 煎鋒一分鐘之後 先放一邊 然後放洋蔥 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放進去 把洋蔥 讓洋蔥熄出香 洋蔥熄出後 放進去 然後咖喱醬 放進去 差不多兩個湯匙 我們全程的醬料 差不多放了四個湯匙 放進去 放進去 對 我們煎出來 會有少許醬汁 我們現在 先把所有醬料炒香 咖喱醬一定要炒香 這段時間 聞到很香的咖喱味 然後令咖喱味更香 炸燒酒 放進去 然後把所有咖喱醬 把所有咖喱醬 洋蔥 雞 混和 把味道中一步 炒入雞裏 然後這段時間 放進去 然後把咖喱醬 加到的咖喱醬 和湯 加到多少呢 現在差不多放一塊 所以要放這麼多湯匙 對 要放這麼多湯匙 先把湯煮滾 我們要調一點味道,約半茶匙鹽 然後沙糖加多少?2茶匙 因為咖喱表一點甜味才好吃 沸騰後收慢火,約10分鐘 現在煮了差不多10分鐘 我們期間都要開一開蓋,攪拌一下 因為咖喱也有稀稠的,如果不動它,慎防它黏鍋 現在再加椰奶,約半罐 再加黑白奶,將它混和 淋上之前,加了一些芫荽,芫荽不要太早下 好,現在先盛起它 上了一碗咖喱雞的模樣就是這樣 為何薯仔要一早用咖喱釘去,讓它預先入味 咖喱的味道也是很因人而異的 我這個偏種椰汁和花奶,偏滑的 有些喜歡吃多些香料,加一點香茅粉 芫荽粉也可以 甚至乎配兩三款不同的咖喱 我們在外面做,炒一個咖喱蛋 有幾十款香料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的話,請按LIKE,訂閱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咖喱雞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